终于到季州的好天气了 水衣 我们准备出包 今天要去牛斗 嗨 又再次来到放电附近的 暴跑空公车站 我们打算先搭公车 去转车的地方 换212或112的公车 但现在有点尴尬的是 212跟112的公车 都是那种固定板子的 所以如果等一下没有接到 我们可能就会考虑 单常换计程车 但先到转车的公车站再说吧 错过了这一班 现在要等这一班 所以我们等一下 真的要换地震车了 我来看看 这次是 只要去车站 走到衣服 然后我来搜寻 因为我来搜寻 我来搜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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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去搜寻 我去搜寻 我来搜寻 然后我们现在要去打潮的哦 我们搭讪了是11点的船班 然后在11点15分的时候船出发了 船呢是有室内的空间 然后每个人都会坐在像这样子的地板上 把手机的碰碰 到牛岛咯 船呢大概只坐10分钟左右 就抵达了 现在在排队等一下船 今天来牛岛的人挺多的 真气很好 这是我们在冀州的第一个好天气 这是我们租的Otobite 然后是皮卡丘的 里面呢其实就跟摩托车长得一模一样 后座的位置大概就长这样 我们在这里停下来 吃牛岛王子的冰淇淋 嗯 花生颗粒配冰淇淋还蛮好吃的 橘子的部分的话呢就是橘子酱 偏酸带点甜也蛮好吃的 我们吃冰淇淋看的海景哦 就是眼前的这一片 很不错吧 超适合吃冰淇淋发呆的 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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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的摩托车呢 是在这一间店租的 在下午5点的时候来还车就可以了 如果有南牛岛要驻车的话 这间或者可以试试看 坐了一个多小时的车终于抵达市区 车上超多人要下车的 终于在8点05分的时候回到了酒店 今天的公车真的是这四天在季州以来 遇到了最爆炸几的一天了 哇 两个小时全程占到底吧 真的是有点酸了 那我们休息一下 今天先到这里啰 明天要从季州飞到福山了 明天见 拜 这里是延起生活 我们下次见